《聖火小目鹿》 即將在 2023 年 1 月 20 日 於 Switch 推出的《聖火小目鹿》系列最新作 《聖火小目鹿 Engage》 公開了發揮戒指的力量 以及多為系列英雄介紹影片 系列最新作中 承襲了《聖火小目鹿》獨特的策略模擬玩法 這次加入了文章是戒指這個要素 角色可以裝備寄宿著過去英雄的戒指 並跟他們達成同步 同步效果能提升能力值 獲得額外特技 攻擊敵人時 文章式也會像背後靈一樣和角色聯手攻擊 不過這還不是最酷的 使用結合系統甚至可以讓角色和文章式合體喔 合體後角色會有全新外觀 能力值進一步提升 也會增加新的特殊能力 還能夠發動演出帥氣爆表的終結技 強力的招式效果可以直接解決敵人逆轉戰局 這麼強大的能力當然有使用限制 維持三個回合後就會變回原樣 但只要持續戰鬥累積滿技量表後就能夠再次使用 而這個文章式戒指可不只是主角的專利 隊伍中所有角色都可以裝備戒指 因此會誕生出非常多種組合 讓戰略的選擇性更加豐富 哪個戒指要給誰裝備 我們就等要好好思考囉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 目前已經公開的幾位文章式的能力特色吧 來自聖戰之細譜的希格爾特 擁有高機動力 使用特技可以大幅提升移動能力 擴大可以到達的位置範圍 來自回升另一位英雄王的賽里卡 藉由重槍能將魔法攻擊分成兩次發動 當戰場上有兩個敵人快被擊退時 就可以一起解決 來自EVE 的神威使用龍脈可以操控地形 像是把火焰等地形效果改為治療之物 藉由賦予新的特殊效果來控制戰局 讓我方更有力 來自風花雪月的貝雷特 將發揮教師本領 使用指導提升附近我方單位的能力時 領導同伴取得勝利 來自烈火之劍的林擅長多類型武器 可以使出猛烈的連續攻擊 讓對手毫無招架之力 相信還會有更多手面孔加入聖火降魔路Engage 他們會有什麼能力 跟主角合體後又會產生出什麼樣厲害的特殊技 這麼華麗的陣容 粉絲們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囉 可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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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s 有